焦虑担心是一天 开心好玩也是一天 他们当然要你开开心心的 才是最重要 你有订阅new新闻的YouTube了吗 赶快来按赞 分享 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听听就好 哪几个星座最会讲好听话 让你开心呢 我们现在的环境 连出门都要小心翼翼 所以拥有轻松的好心情 就像配备名贵的配件一样珍贵 心情不好的时候 有它在就能摆脱心里的阴霾 这还蛮好的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星座呢 你不开心它没价值 老少通吃的天庭座 只要看到重要的人不开心 他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哄他开心 天庭座虽然看起来很懂社交 谈笑风生 在什么场合都吃得开的样子 但其实那就是他们精心训练好的技能哦 真正的天庭座在私底下 可是习惯谨小身为的过生活 这种心里面很紧绷的习惯 让天庭座深深的了解 你可以尽量欢乐 说话有趣 看起来有活力 这些都是很容易做到的 但是一个人要达从心底 真正的开心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了解这一点的天庭座觉得 要宝贝自己心里重要的人 不是送他各种豪奢的礼物 而是要给他贴心的呵护 天庭座希望自己如果能让重要的人 常常开怀大笑 跟他相处 可以由内而外的感觉到开心欢乐 那就是天庭座最想要为对方做的事哦 天庭座不仅想哄你开心 更想要让你知道 什么是舒服的互动 什么是美好的未来 怎么做才是被珍惜 这么贴心 暖心 又很有想法的天庭座 只要他觉得你重要 就想要让你成为最开心的人哦 天庭座让你开心指数 四颗心 自动攜带开心磁场 双子座最受不了冷空气 冷互动 坏心情 他们会把经营现场的气氛 看成是自己的义务哦 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冷 是因为环境是人创造出来的 开心是自己营造出来的 懂得创造欢乐的人 才能过上开心的生活 实际上看似活泼的双子座 骨子里是极为敏感的人 他们太容易看到别人 言行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这种水之清则无鱼的心态 往往也会让他们 在每天的生活中 产生敌神以鬼的副作用 他真的这么想吗 他有什么目的吗 我这么说适合吗 我应该怎么做才刚刚好呢 他们会产生一方面 想要好好配合别人 另一方面又很想要 拆穿别人的矛盾心态 长此以往 双子座会深深地认为 人要真的欢乐洒脱 是很不容易的 在这种价值观的渗透之下 只要双子座认为自己愿意 认为你是值得他付出的人 他们就会拿出看家的本领 尽量让你感到快乐 他们觉得能快乐地享受人生 才是人生真正的品质保证 焦虑担心是一天 开心好玩也是一天 他们当然要你开开心心的 才是最重要 双子座让你开心指数四颗星 你开心我就开心 越是需要他 双鱼座越觉得自己很重要 双鱼座不怕你麻烦他 只怕自己不能快速 持命必达 他们认为在这个物质的世界 如果不能快速达成目标 再好的机会也会错过 所以外面的世界 到了双鱼座这里 就会被分为很多种的平行世界哦 如果选A就是一种结果 如果选B就是另一种结果 不断比较 不断判断 不断选择之下 说到底 当初内心的热情 是全部被磨光光了 还提什么梦幻和浪漫呢 积积淫淫过生活的双鱼座心里 就只剩下实际考量 和对品质的追求了 这么看来 双鱼座可能有个少男少女的情怀 但是心却过早老化 好听一点叫做成熟稳 重不好听一点 叫做力竞沧桑 基于这样的心态 变得开心 就成为双鱼座 私下最重视的事了 毕竟台面上需要省时夺势 学习计划目标谨慎是少不了的 哪还开心得起来呢 但如果私底下 它可以和重要的人一起开心 那一切都值得了 你跟双鱼座在一起开心吗 如果开心就证明你很重要哦 双鱼座让你开心指数 五颗星 说到底开心是一群人的事 是两个人的事 是自己的事 别人让你开心那是一种幸运 自己让自己开心那才是一种能力 这三个星座在你的心盘中 分别守护哪几个工位呢 找到它们 你就能开启让你自己开心的大门哦 我们下次主题见 拜拜